当着仁智的面摘下面具 只因仁智都戴上了红色眼罩 他们刚刚抢了金库三百亿韩元 可就在这时 有人却按响了报警装置 厂长偷偷打开眼罩观察情况 发现警报竟然是劫匪自己按的 他一脸蒙圈 队长柏林发现后 直接沾下他的眼罩 这让厂长如何睁眼 按照行规 仁智看到劫匪的脸必然会被灭口 此时他恨不得双目失明 见他不听话 柏林直接掏出手枪 让他一次看个够 随后又让所有人质摘下眼罩 穿上跟他们一样的红色衣服 谁也不知道劫匪究竟想干什么 此时警方已经赶到现场 劫匪拿着钱袋朝天设计 然后又扔下钱袋返回印钞厂 制造想逃却没有逃掉的假象 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占领印钞厂和警方周旋 大胡子则是从马桶 转出一根通行电缆 和教授取得联系 开始他们的抢劫计划 由于里面有大量人质 警方派来专家金简和劫匪谈判 他开口就说自己可以提供交通工具 其实只是想问出 劫匪究竟有多少人 教授告诉他一辆直升机即可 局长听到才四五个人的样子 立即下令特战队进场 金简连忙阻止 因为这很有可能是劫匪的阴谋 可现在说啥都已经晚了 特战队来到印钞厂大门 利用电钻打开一个小口 再将软管摄像头放进去 里面的情况给警方看啥呢 这里最少也有几十名劫匪 而且还有重型武器 与此同时 警方收到一条视频 上面两名人质请求他们不要抢工 因为所有人质都和劫匪穿着一样的衣服 一旦交火后果不堪设想 最重要的是其中还有一名大使的女后 为了保住乌沙梦 局长背下的联王撤回特战队 而接下来 劫匪才开始实施真正的抢劫计划 那就是利用印钞厂里的员工和机器 印出无法被追踪的新钞票 他们将颠覆犯罪历史的革命 从印钞厂印出四兆无法追踪的韩元